我們大家來看一下,我有把這個我們這學期一直到其中 以前的那個影片都放在這邊 那大概有幾題我們大概複習一下,大概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我們是講到這個 人事考評 所以可能 第一個的範圍題目,第二題的話呢,我們又講了一個飯店管理 然後第三 這個是飯店管理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第四 第三題,總共有三題而已 所以理論上這樣好了,其中考試的話就是三題裡面 抽一題出來考 反正不管哪一題 那如果你抽到哪一題,你就把那一題給做完 那需求大概就是兩個部分,一個是 這個 這個函數的公式,你要把那個公式打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是聚集錄製 也有可能是VBA 如果是聚集錄製,你就做聚集錄製 如果是VBA,你就把VBA程式寫出來 所以前面幾次的影片都在這邊 那等於是 提大概上兩次上課啦 所以我們在 再把那個 上課 講到的部分 再把它重點提示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先來看總共三題嘛 所以其實還蠻 蠻可以 範圍就縮小了 其實總共就三題 所以也就是說呢 其中 測驗的部分呢 就是 三題抽一題 那大家哪一題不知道 而且 將來的話呢 我們會 另外安排 座位 就是說 如果安排的座位 反正呢 你跟你的右邊的同學的題目 一定是不一樣的 或你左右邊的 都不一樣 那這樣 減少那個 可能會 舞弊的 問題發生 那 我們先來 複習一下 總共三題嘛 所以第一題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的話是那個 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這一題 那當然第一個啦 我會給各位一個 空白的檔案 那空白檔案其實 就類似像 我們 放在雲端上面的範例檔 反正呢 如果假設你抽到這一題 你就把這一題打開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們做哪些事情呢 主要 就是 有 七個 欄位 所以喔 你就把 當然他這個地方有 住專啊 林主辦 其實這後面 也許你不要做好了 因為這個 後面 我覺得 可能 相對複雜一些些啦 我們的範圍 盡量縮小 反正如果你抽到 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這一題的話 那第一個 你就分別把 這個 黃色區域的欄位 總共有七欄嘛 就 BDE 然後 KL M 這幾個 總共七個欄位的公式 分別把它輸入 那至於 輸入哪一些 我想各位應該 還有印象吧 這個的話呢 單位是抽 這個 108 有沒有 所以把108 帶過來 那但是108 我不是要 編號 不是108 而是去查 他到底108是哪個單位的名稱 把它查回來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主別 主別的話 應該是 他是 A A B C 等等 ABC 這個主別 他是在這個表裡面 也是一樣把它查出來 所以 一樣要把這個字 先取出來 再查表 所以 一定會需要用到 兩個函數 一個是 MID MID的話 是取 哪一個字 有沒有 然後呢 他的主別 查詢就是用 反正兩個啦 這個我想 工作上應該用的機會蠻大的 那再來 升等就是前面這個字 如果是1的話 應該是 助專吧 OK 那 可是這邊會多一個敘述就是說 因為他前面抓過來的1 是一個文字 那你查表的時候呢 這個升等 他裡面的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 查到的1 本來是這樣的1 要把它轉換成 數字1 再去查表 才會是正確的 如果沒查 沒有轉換 形態的話 那最後得到的結果也是會錯誤啦 好那就是前面3個 那後面4個的話呢 就是要計算他的成績 那因為他的成績總共 會有兩種 一種是 甲 乙丙 這種 一種是 A B C OK 那你必須要先把 甲是幾分 有沒有 然後呢 A減是幾分 把它相加除以3 或者是說呢 你不用相加除以3 你用Average函數也可以 把結果給算出來 那會算出他的什麼呢 考核 占60 那比4的話呢 就是 他這邊有一個敘述 這個成績 乘上3 就乘上0.3 再加上他的這個成績乘上0.7 就是他的比4成績 這個這個大概 前面我們做過啦 然後就做負負負負負責 那合計的話就是 按照他這個比例 這個成績乘上0.6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4 就是他合計 最後再用那個 Rank.EQ 把名字排出來 OK 那排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就是做 兩個按鈕 所以喔 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包含兩個 一個是 7個欄位的公式 加上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基本上就是要寫VBA VBA基本上很單純 就是把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這個按鈕是清楚 就是把這些公式七個範圍全部清掉 反正我希望按下去 這個公式就去掉 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就是再把七個公式 再把它填上去 所以大概原則上如果你假設是 抽到這一題的話 大概原則上 就是把這些做完 那就拿到100分 100分部分的話其實就拆兩個部分 前面部分的話佔50分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些都有做的話 那就拿50分 這個有做的話就也拿50分 所以兩個相加就是滿分 至於 做的相關細節 就是我們在這學期的第一次跟第二次上課 的影片裡面其實都有 講到 所以如果你假設 哪些地方還不太熟悉的話就把它練熟啦 其實 這個考試 其實 主要還是要 知道大家有沒有 真的 把那個 就是 公式啦 VBA 熟悉啦 因為其實 要能夠 使用這些東西的話 除了要匯之外 可能你也許大概知道有印象 可是問題你要真的把它做出來 另外一回事 我發現很多人 大概知道 好像知道 好像 有個印象 但問題是 如果要把這個全部串在一起 很流暢的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又是 需要花時間的 所以其實有 有些 職場上面 我現在講職場上面 的東西 主要就是說 除了要匯之外 真的人家 為什麼 可以做得那麼快就熟練 很容易其實匯跟熟練 其實我覺得兩回事 很多人好像都知道怎麼做 但是問題做不熟練 那等於 其實好像也不見得是 真的匯啦 就像說 其實網路上YouTube 很多人在教學 他其實幫你 告訴你怎麼做 但問題你說 你要把它取代掉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 為什麼 因為 如果 他教你怎麼做 可是 就像比如說 教你煮菜 但問題是你要真的變成 像他那麼厲害的廚師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人家可能 已經 這道菜 烹調了 可能 超過百次 甚至千次了 所以這背後 其實還是有一個 你有沒有在 不斷反覆練習 的一個 熟悉度 我覺得 所以啊 當然 同理可證 如果假 現在常常有一個 有人常常問說 到底那個AI 比如說像那個 Charge GPT 現在這麼熱門 有沒有可能說 有些工作 會被那個 這個AI給取代 當然 我想 一定會有這種 實際上的需求是 有那個 取代性的 問題發生 因為你會發現 很多知識 其實他不斷重複 那當然有些東西 用AI其實就可以 把它把它替代 可是問題有些東西 實際上是真的要反覆反覆練習 而且 這裡面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有人 去做一些修正的動作 微調的動作 你不能說全部都照著原來的方式 在run 那當然這可能又是 另外 一個 差異 所以第一題是這樣 所以待會請各位 第一個 先把這個 我們這學期有三題 所以我 我講一下三題 然後這三題的話 反正我們將來 理論上大概會 兩個部分的考試 第一個就是前面的公式 跟後面的VBA OK 那其實三題應該 都會有這兩個部分 那計分方式的話 就是這個50 這個50 那盡量啦 反正你都拿 因為之前有同 我發現最多人是怎樣 前面做了 這個會 但後面 不會 那你只能拿50分 那50分也不及格啊 OK 那你說老師 因為我程式有些不太會寫 那跟各位講 你不太會寫 至少你會做按鈕吧 你如果按鈕做出來的話 我至少也會給你個10分吧 OK 但如果你按鈕都沒做的話 那當按鈕按下去 有沒有執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喔 你如果至少 你按鈕有做 那就有一個分數 那你說老師 那我那個 程式沒有辦法寫完整 沒關係 你有寫 我還是會看 但你如果不能執行 當然不可能拿到滿分 可是至少會有分喔 OK 比如說程式應該寫哪裡 至少你知道說 你 這個 有插入一個模組 至少說你模組裡面有個寫個 SUB SUB上面有一個名稱 我至少說 你至少是懂的 只是說你程式 在寫的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 把它寫完整 那當然至少也可能 比如這個可以拿個10分吧 你如果插入模組再拿個10分吧 有個SUB啦 OK 那這樣至少可以拿個一點分數就可以及格了啦 OK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先把那個 我們這個學習的這一題稍微複習一下 那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試做看看 如果可以 通通把這個公式給寫出來 VBA也可以做出來 那你 假設 其中考試你抽到這一題 那理論應該就沒什麼太大 問題啦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們那個 其中 測驗部分 預計 會是在 下個禮拜 OK 所以先講一下 你們可以提前準備吧 不要 考前幾天再準備 就其實會有點不太 時間不太夠 然後 考試的話是 這樣 就是會給各位 時間 一題其實說真的 應該不會給太多時間 大概我覺得給個半個小時 應該就 差不多 所以給你們30分鐘時間 那預計 考試的時間 就下下禮拜 那我們其實可以從 第2節課 也就是 第2節 11點 10分開始 所以 測驗的時間 大概就是 下下禮拜的 11點 10分開始 那會採取 那個梅花座 所以另外會安排你們的座位 就是你們座位跟現在不是不一樣的 然後 你也不要想說你旁邊要做認識的人 所以 都會給不一樣的題目啦 你左右邊的人 抽的題目 會是 不相同的 然後呢 考試的 題目 總共會有 三 反正就三抽一就對了 應該這樣簡單的啦 OK 三抽一 那題目 都跟上課一模一樣 我也沒改 因為我怕我改了之後 大家應該 就 又 又更 困難的啦 所以 主要是希望你熟悉啦 反正你把這三題練熟 我以後如果懂得 舉一反三就了不起了 OK 好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第一題吧 先複習一下